原唱当初的经典剧目 就是二作剧之吻 二作剧之吻的那个吻 发现在什么状况上 林依晨那个角色 他说一直想要把我给忘了 然后我就气不过去想问他 其实我放给你看这个片段 喜欢的人是你啊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你一点都不喜欢我 很感人耶 许体你有办法借位跟他接吻吗 为什么要借位 借位OK啊 所以他先抓着你的手 然后说反正你又不喜欢我 反正你又不喜欢我 反正你又不喜欢我 快快快 什么快快快 好三二一来 你喜欢的人是我 不可以喜欢别人 对 我喜欢的人是你 那又怎么样 你又不喜欢我 一二三 这位大概就是 不是这位太过分了吧 不是借位大概就是 刚刚是不是手这样子 没有浪漫的感觉 我不喜欢这样子 你不喜欢借位吗 我不喜欢这样子 那你跟有人沟通吗 那借位不是这样子吗 感觉像索猴 哪有人这样子这样子啊 因为刚刚那个画面 是手要上去抓你的脸 然后这样亲 然后刚好手这样子 挡住以后可以亲我的手 那你要摆出镜头拍起来 是逼真的样子才行 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他是不是很不够意思 都都没有跟你讲 对啊 他这样什么 有没有礼貌啊 他要跟你演戏啊 在原唱你 你常常这样吗 不常 就只有拍过一部戏是借位的 其他全部都是借真的 真的有拍过这样子的 拍过有拍过 你现在觉得你付出了劳力 可是没有得到什么收获 对啊 完全就没有浪漫的感觉啊 可是徐月宁你拍吻戏的时候 会这样子吗 没有 都认真 有吃过假的吗 没有没有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应该都是真轻吧 嗯 所以真轻都OK吗 OK啊 他就是可能规定说 手在哪里什么的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亲一亲就真的不小心 投入太多感情 只会尴尬收场是不是 太久的话 对 太久会 太久会 花花万物 少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 不见不散